见到第一仙 第3418章 幕后主使 幽冥如界 轮回浮沉 遮蔽了这座秘境 苏毅平须而立 则如若只长六道轮回的主宰 身上气息都变得幽微深沉 如鸢如玉 道友 请 好 白竹一步迈出 身影出现在幽冥轮回之中 好气魄 纵使沦为聂灵 风采道友不逊色往昔 佛门始祖轻语 白竹和其他聂灵不一样 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 他哪怕沦为聂灵 却硬生生凭一身大毅力和大智慧 开辟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的道徒 其他聂灵浑浑噩噩 非人非鬼 可白竹却凭聂灵之躯 炼花污浊斜碎之力 在这混沌节海中不断变强 到如今 白竹都已重塑道驱 一身战力 也已不逊色于生前 这本身就像是个奇迹 放眼古今岁月 真正能做到这一步的 注定寥寥无几 可白竹不仅仅做到了 在这一刻 他还果断放弃了这一身道业 拿得起 或许谁都可以 放得下 就不见得谁都可以 白竹这次主动走进轮回 等于直接放弃了 这万古岁月 耗尽心血磨练出的一身道业 换作其他人 谁能如白竹这般果断 正应了解其中的得失之难 便是佛门始祖 也都对白竹刮目相看 很快 六道轮回轰鸣运转 一切神秘奇异的幽名景象 顿时向从沉寂中活过来 各自显现出独特罕见的神庙 白竹的身影 则被幽暗的轮回光与淹没 到最后 整个六道轮回都变得模糊 像被无尽的混沌覆盖 再看不到任何景象 饶氏如此似 道跑小人 清二 以及法云 慕庸也都倍感惊艳 轮回 仅仅只是这个字眼 就能引人无限瑕疵 更别说如今亲眼见到 阁下为何不阻止 苏义目光看向佛门始祖 他之前一直提防着 这个隐然有天上地下 唯无独尊神韵的始祖及老和尚 可出乎意料 直至此刻 对方也不曾做什么 道友都已允许他们二人 可以活着离开 我又何须多此一举 佛门始祖眼神平和 至于今日血仇 自会在一年后 有一个了断的机会 苏义一正 一年后 佛门始祖若有所思 你还不知道 发生在命运彼岸的事情 苏义摇了摇头 佛门始祖却没有再多谈此事 很快 道友自会明白 今日能一睹道友之风采 于我而言 未尝不是一桩妙圆 善灾 他面露微笑 浑身尽是祥和之气 苏义对佛门一直很排斥 原因就是 前世今生的岁月中 因为三世佛的缘故 让他无法不对 那些佛修心存警惕 可不得不说 和这位佛门始祖 接触到此刻 对方那种温润如水 超然无外的风度 的确令人很难 兴起艳增之意 法云 慕庸 你二人且过来 佛门始祖不再理会苏义 把法云 慕庸叫到身边 以佛门密音交谈 苏义倒也没感觉什么 许久 法云 慕庸呼得齐齐齐手 双手和时 谨遵佛祖法旨 佛门始祖则扭头 看向远处的苏义 道 道友 若有机会 我倒是希望以后 在那命运彼岸 能再和你相逢 苏义笑了笑 只要你不出事 就有机会再见到我 这句话 隐然带着锋芒 佛门始祖 却只微微一笑 汉手道 承蒙极言 道友也请多保重 声音还在回荡 他那家夫 而坐得身影 呼得化作 一捧金灿灿的泛光 消失在那一部 事业阵恶金内 就这样走了 清儿和道袍小人 都很惊诧 两者本以为 今日说不得 会上演一场 从未有过的危险大战 都已在暗中 做足了准备 不曾想 这位佛门始祖 从出现到消失 竟浑然没有流露出 一丝动手的意思 苏义则隐隐心生欲感 佛门始祖 之所以有这般态度 极可能和第一世道业有关 苏义不会忘了 在飞仙台上的时候 第一世道业留下那些叮嘱后 就前往命运彼岸 还曾专门谈起 他不会再回来了 而之前佛门始祖曾说 一年后 一切都将做一个了断 必然也和第一世有关 思存时 苏义掌心一番 一个白玉波鱼浮现出 把那名女子 聂灵放出来 我便把瓷宝还给你 让你们立刻离开 苏义抬眼看向慕庸 慕庸点了点头 很快 一个浑身拢照在凶煞死气中的女子身影 凭空出现 之前 白竹之所以低头 就是为了这被换作身的女子 苏义并不清楚 白竹和这女子究竟什么关系 但既然白竹为了这女子不惜低头 可见这女子在白竹心中的地位 何等重要 你们可以走了 苏义随口道 法云和慕庸彼此对视 最终一言不发 转身去 自始至终 他们显得很配合 根本不曾争辩什么 也不曾说什么 这反常的做派 自然和佛门始祖有关 也让苏义意识到 佛门始祖 在这些门徒心中的分量 何等之重 苏义很快就摒弃杂念 专心运转轮回 足足三个时辰后 伴随一声轰鸣 那遮蔽天地间的轮回虚影消失 一缕近乎透明的残魂 则飘然落地 赫然是白竹 他那浑身上下 已没有任何斜碎污浊之气 可也等于被打回原形 变成了一缕 仿佛随时会消散的残魂 这样的变化 换作其他人 怕早已受不了崩溃 可白竹却不曾说什么 当看到那名叫声的女子聂灵时 白竹满脸都是喜悦和笑容 眼神变得温柔如水 道友 能否也为山儿炼掉一身污浊恶眼 白竹转身 看向苏毅 她是我膝下唯一的骨肉 当年若不是因为我 她也不会变成这般样子 白竹眼神黯淡 和我不一样 山儿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神智魂恶的处境 哪怕偶尔苏醒 也因记忆缺失 不记得我是谁 苏毅这才恍然 原来这女子竟是白竹的女儿 可以 苏毅痛快答应 对别人而言 要就一个聂灵 近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对执掌轮回的苏毅而言 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半课中后 苏毅独自坐在那 在饮酒 远处地方 白竹和一个身影鲜秀高挑的少女 正在交谈 少女正是白生 白竹的女儿 妇女二人都很激动 时哭时笑 时喜时悲 苏毅没有打扰妇女二人团聚 她在想一些事 这次前来混沌劫海的行动 她的两个目的都已实现 其一 在飞仙台上破镜 其二 挽救人为囚徒的刑官 但同样 也发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其一 没人想到 太号秦仓 竟会利用太号铃鱼 藏匿在火莲蝇中 其二 苏毅没想到 叶劫一脉的判官 会改变立场 选择向自己效忠 其三 就是捷铃龙道人 本以为和龙道人的相遇 是一场偶然 可当解救白竹之后 苏毅一下子 想明白了一件事 自己这次行动中的许多关键之处 都早已被人提前安排了个明明白白 那人就是元界的知道者 正是知道者所赠的那一幅 指引海眼截须的密图 引发了许多事情 在这一幅密图指引下 他们碰到了龙道人 也是这一幅密图 在抵达海眼截须入口时 就让被困在藏仙地的刑官 提前感知到 这怎可能是巧合 龙道人的出现 和营救白竹有关 知道者自然清楚 身为命官的自己 曾在争鸣之台上 和白竹对战争锋 不可能对白竹见死不救 而行官提前通过那一幅密图 察觉到自己到来 无形中也帮了自己一个大忙 牵制住了判官 从而让自己 在海眼截须的行动 变得顺利许多 诚然 当初是苏毅主动向知道者请教 和海眼截须有关的事情 在整个行动中 知道者也并未利用他图谋什么 相反 知道者所赠的那一份密图 还帮了他大忙 可被人这般安排 还是让苏毅有些不爽 以后再去园界的时候 非找那只乌鸦 好好聊一聊不可 不讹诈一些有价值的秘星 断不能轻饶了他 苏毅暗道 这时候 白竹牵着女儿白生的手走来 白竹高兴道 苏道友 生儿已答应 和我一起前往你所说的 涅槃命土中养伤 苏毅起身 胆了胆衣衫 笑道 如此最好不过 身影鲜秀的少女 白生立在那 有些拘谨 细长漂亮的眸 偶尔看向苏毅时 满满净是好奇 这位 就是命官 也是父亲最敬重的那位 建帝城大老爷的转世之身 看起来的确怪俊俏的脸 苏毅当即取出命书 第三页的涅槃命土虚影 随之显现出来 而后 他说道 两位在其中静养 很快就能重塑血肉道区 修复完整的神魂 白竹略意私存 认真道 道友若有麻烦事 只需使唤我一生便可 哪怕我这一缕残魂 如今已孱弱之急 可若全力出手 杀一些个绝世道祖 也不在话下 一番话 不经意流露出一位 古剑仙自有的 辟腻之气 苏毅笑着点头 第3419章 要祖的来历 之前救过沦为聂灵的白生后 白竹主动表态 希望以后 能追随苏毅身边做事 以报答今日之恩情 苏毅只说 这件事以后再说 他只希望白竹和白生 可以尽早恢复过来 于是 就谈起了 让妇女二人 前往涅槃命途 养伤闭关的事情 白竹自不会拒绝 当场就答应下来 于是就有了眼前这一幕 当即 白竹和女儿白生一起 进入涅槃命途 苏毅收起命书 没有再耽搁 转身离开了这座 位于海底的秘境 和一直等候在那的 龙道人会合后 镜子朝海面之上掠去 路上 得知恶剑仙 已被苏毅降服 龙道人再次感谢了 苏毅一番 苏毅自不在意这些 反倒是趁此机会 他又问了龙道人一些事情 最终确定 这世间截灵的确只有 在不违反自身规则 秩序的情况下 才会听命于命官 而想要让世间截灵 无条件听命 则只有成为命运主宰 才能做到 按龙道人的说法 在当今命和起源 也只有那位 隐于大道之中的定道者 才能做到这一步 定道者不是命运主宰 但显然其手段 早已不弱于命运主宰 抵达海面上之后 苏毅和龙道人告别 返回一直等候在 那的清冤神州 没事吧 太号铃鱼 第一时间迎出来 苏毅笑着摇头 等离开混沌解海 我打算回宗族一趟 太号铃鱼呼地道 去看一看 太号秦苍如今的处境 究竟如何了 当初在飞仙秘境 太号秦苍 是以本尊出现 最终被第一世 在三剑之间 分别磨灭道区 神魂核心境 彻底消亡 后来苏毅才从太号铃鱼那得知 身为天前者的太号秦苍 一身性命 早已和命和起源的周虚规则 融合在一起 除非天道破灭 否则 太号秦苍 就会不死不灭 亘古长存 这就是天前者最可怕的地方 不过 本尊被毁掉 对太号秦苍的打击 必然极为沉重 付出的代价 也必然极为惨重 你无需为我担心 有火连硬在 我有把握 不会再像以前那般 被太号秦苍镇压囚禁 似是怕苏毅担心 太号铃鱼又解释了一句 苏毅略意私存 终究还是没忍住 道 他是你兄长 血浓于水 可你们之间为何却 太号铃鱼瞥了苏毅一眼 是不是认为我太过大逆不到 为了消减 却背叛了整个宗族 苏毅坦然道 我的确有些困惑 太号铃鱼悠然一叹 平澜而立 他黑衣飘荡 雪白的长辫 摇曳在盈盈一卧的腰枝 气质独特优冷 而此时 也不知想起什么伤心往事 太号铃鱼整个人流露出一种 从未有过的孤寂和怅然 若不方便说 就算了 苏毅也感觉 自己的问题有些唐突 太号铃鱼微微摇头 没什么不好说的 不是我和消减对不住太号时 而是太号时对不住我们 苏毅一愣 就见太号铃鱼继续道 其中缘由颇为复杂 我便长话短说 其一 很久以前 在鸿蒙天狱 消减曾有多次机会 杀掉太号秦仓 但因为我的缘故 消减一次次饶过了他 甚至 消减还救了太号秦仓一命 当年太号秦仓 能够活着从鸿蒙天狱离开 也和消减有关 其二 消减顾念和我之间的情谊 从不曾对太号氏的族人 下过死手 在外人看来 消减或许心肠太软 富人之人 可唯独我清楚 若消减当初很下心 太号秦仓这个天前者 哪怕不死 此生也会被困在鸿蒙天狱 至于太号氏 早已伤亡惨重 可惜 消减的人词换来的 却是太号氏的无情敌对 太号淋于眉梢间 浮现出难掩的痛苦和恨意 语气也变得冰冷刺骨 他们从不曾领情 也从不曾感恩 反倒嘲笑消减空有一身本事 却软弱无能 消减从不在意这些 可我不能 若不是因为我 消减何至于如此 太号淋于眼眶泛红 留下两行青泪 正正说道 最让我痛心的是 消减在战死之前 都还留下信间安慰我 说他最放心不下我 让我莫要为此难过 这一刻的太号淋于 泪洒一惊 显得很失态 苏毅得知这些 不由暗叹 他大概明白 太号氏的无情 是出于什么缘故 归根到底 天前者和命官注定 势不两立 不共戴天 不可能因为 消减的人词就能化解 可这对太号淋于而言 却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因为在他看来 若不是消减的人词 太号氏从上到下早已遭难 如此忘恩负义 的确令人心寒 太号淋于忽地道 这次你没杀太号云爵 或许不算什么 但我希望 你以后有机会将太号氏踩在脚下时 永远不要像消减那般留情 只有把这些的天前神族彻底踩在脚下 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感受到灭亡的威胁 他们才会真正害怕你 敬畏你 臣服你 所谓仁慈 根本没用 太号淋于深呼吸一口气 整个人恢复冷静 总之 莫要重蹈消减覆辙 就够了 说吧 他转身返回了房间 显然 因为谈起这些伤心的往事 让太号淋于心绪激荡 不欲再多谈下去 苏义一人立在那 拎着酒壶 静默不语 他在想 换作西宁是太号淋于的处境 自己会否也会像消减那般 一次次手下留情 许久 苏义轻声一叹 也折身返回房间 黄红药 游自在打坐疗伤 黄轩虽然被救回 重塑道区和神魂 可却无比虚弱 一直在沉睡 短时间内很难醒来 苏义随意坐在一张软踏上 取出争鸣钟 争鸣钟早已破损严重 本源力量都已濒临枯竭 在此宝内 则有一个破灭般的秘境之地 一个诸如老者 正在那座秘境中开垦药田 把一种种稀奇古怪的 道药种子栽种下去 这诸如老者 正是要祖当初在万恶结地千丈山药园中 归顺于苏义 之后 苏义才从判官口中了解到 这诸如老者 实则是一株活着的祖灵根 和其他祖灵根不一样 诸如老者 乃是诞生于混沌最初时的西壤内 天生拥有不可思议的神通 能够酝养万木之灵 尤其在栽种到药时 诸如老者的手段 能够发挥春风话语 滋养万灵的奇效 俨然可称作是万药之祖 并且 药祖另有特殊之处 它的本体诞生于混沌西壤 自身则是祖灵根 凭它的手段 完全可以修补世间任何 由祖灵根所炼制的混沌秘宝 这才是药祖最厉害的地方 也正因如此 苏义把药祖安置在了争鸣中内 吩咐药祖来修复争鸣中的本源力量 苏义的神识化作法身 凭空出现在这座秘境 这次多谢了 诸如老者连忙笑道 命官大人莫要客气 本就是小老分内之事 在万恶结地时 黄轩的道区和神魂 都被专于报打碎 而苏义之所以能帮黄轩在一天内 重塑道区和神魂 则多亏了药祖帮忙 不止黄轩 受伤惨重的黄红药 也得到药祖的帮助 一身伤势得到极为显著地修复 祖灵碎片够用吗 苏义呼地问道 药祖摇头道 不瞒命官大人 炼制这争鸣中的祖灵根 极为特殊 绝非一般的混沌秘宝 可比 仅凭您所留的那些祖灵碎片 怕是很难真正把 争鸣中的本源修复回来 苏义不由揉了揉眉雨 慢慢来吧 只要有修复的机会就好 药祖连连点头 承栽思言 命官大人所言即是 小老定然清尽全力 不负大人所托 苏义转身就走了 他都不用想 再待下去 这药祖 肯定也会和菜沟一样 剑缝插针地拍自己马屁 命官大人就这么走了 小老可还有一腔的肺腑之言没说呢 药祖有些遗憾 他一屁股坐在药田内 放眼四股 奇怪 这争鸣中的本源 怎会这般禁忌 完全和其他祖灵根不一样 太过古怪 慈宝当年又遭受了怎样的灾结 竟沦落到这等地步 罢了 不管这些 等把慈宝本源修复过来 自能窥破慈宝全部的奥秘 嘿嘿 到那时 命官大人还不得 对我竖大拇指 夸一句妙手无双 三天后 清渊神州 终于离开混沌截海的范畴 进入南海 从南海再走九万里 便能抵达造化天狱碧横剑 当初苏义他们一行人 就是从南海之盼的万流城中出发 云爵少主可在 末地 远处海域中 一群修道者的身影凭空出现 阻挡在清渊神州前方 顿时 船上众人被惊动 太号云爵更是第一个冲出 他直接离开了清渊神州 挪移长空 来到那一群修道者身边 激动道 诸位前辈 你们总算来了 说着 他一直远处清渊神州 咬牙切齿道 太号铃鱼 那叛徒和命官苏义 就在船上 那一群修道者 赫然都是太号式的大人物们 我方便是太号秀 是太号铃鱼 那一群修道者